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3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川普习近平仓促会面 各自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中国如母案 余欢出手保护母亲 是杀人犯还是真男儿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中天新闻 华盛顿 特派员 张国华先生 网上政论节目 文昭谈鼓论金的主讲人文昭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川普和习近平峰会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 在佛罗里达州的马俄拉戈庄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离会谈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美中双方罕见的低调 没有按照惯例公布相关的细节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峰会仓促成形 而双方在很多重要议题上分歧由深 搞不好弊大于利 伤害两国的关系 民意支持低迷的川普和面临19大重头戏的习近平 各自希望在这次高峰会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给国内的民众传递什么信息 双方就朝鲜经贸等重要议题 达成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 今天我们首先来分析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文昭先生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川普上任以来对华政策摇摆不定 那么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尚未成形的时候 举行峰会违背了交易的艺术 因为他自己好像并不清楚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坦率地说我对川普的对华政策也一直有一种莫测高深 周末不透的感觉 因为川普的特点他表现出来是推特之国 推特的特点是140个字 只能表达碎片化的观点 没办法做系统完整的阐述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川普在公众面前呈现的语言风格 也是这种社交媒体式的 就是他经常直不能总的给你来几句特别简洁的话 然后很雷人 确实也很吸引注意力 像他昨天又发推特了 说不能够做事中美那种贸易逆差的巨大 和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 这种表述确实很吸引眼球 但是他没有完整系统的阐述 所以对于他到底怎么理解对中国的关系 以及他完整的世界战略是什么 他的人格思想是什么 我们都缺少了解 也许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 也许他本来就缺少这种能力 但是从他的碎片化的观点 就是从他这些碎片化观点出发 看起来他想从中国得到的 最想得到的是贸易逆差的减少和工作机会回到美国 同时他也想让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作用 同时他也想让北京在南海遵守国际规则 总而言之 基本上是奥巴马想从中国得到的 他也都想从中国得到 但是这些事情的优先次序和权重有所改变 那他现在就是把减少贸易逆差和工作回到美国 放到最优先地位 朝核问题也是个优先地位 同时就是这些事情之间的连带关系可能有所改变 他可能把有些问题相挂钩 对某些问题做出一点牺牲去成全另一些问题 但是他具体会谈到怎么样 他的对华政策表现是什么 那真的等他跟习近平见面以后我们才知道 说到刚才这个推文治国 川普确实在昨天发表推文 那么他的原话是说 他说下周和中国的这个会谈将会非常的艰巨 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庞大的贸易赤字 以及损失工作机会 那么这个表态是不是在定调 就是说这场峰会将就经贸问题会有一些针锋相对的局面 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经贸问题一定是这一次这个川习峰会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 昨天我们看到史派社 大公发言人已经说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经贸问题 第二个就是南海问题 第三个是这个北朝鲜的问题 朝核问题 所以这个经贸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昨天川普在推特上再次强调 在这个经贸问题上 他觉得美国不能再承受下去 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一定要减少 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一定要回来 其实这个一般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了 说给美国的选民听的 就是当初我给你们做的保证 你看我现在要跟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做峰会的时候 我要重点谈这个问题 告诉你们我履行我的承诺 那么另一方面呢 他对这个习近平而言呢 也是漫天要价 先告诉你你来了 你要给我好好想一想 对不对 我不用出任何本钱 这是五本生意嘛 这个商人他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所以这也体现了川普的这种商人的这个个性 但是最终这个贸易上怎么谈 做什么交易 我觉得这次不是来做交易的 习近平这次来访问 主要是来摸底的 想看看川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然后回去再做这个研究 因为这个真正的高峰会啊 两国的元首很少面对面来谈判做交易 通常要签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手下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对 好的 那么陈享同先生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洛森 本月早期时候访问中国的时候呢 他重复了中国方面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14个字的定义 当时中国政府是感到非常的满意 也比较兴奋很多这个民间的分析人士 但是白宫发言人史派色昨天他表示他说眼下美国和中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么美国关心的是进展问题而不是是否提出一个所谓响亮的口号的问题 那么你对史派色这个评论你是怎么看的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 这一次高峰会有两个特点 两个急匆匆 第一个急匆匆是双方从开始接洽落实要见一次面 到双方安排真实见面 中间只有三个星期时间 这是超出常规的 非常匆忙 第二点 习近平一开始对是不是来美国访问有点犹豫 美国提出邀请以后最后习近平还是答应 而且是工作访问 匆匆而来谈完就走 这两个急匆匆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次峰会谈判中 双方都意识到有些非常紧迫的重大问题 需要立刻就谈 而这个问题呢应该不是那种常规性的 靠幕僚在细节上一项项推敲的问题 而是一些大正方针 双方都需要在这次谈判中摸对方的底 要了解对方在这些重大问题上 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 我认为这个重大问题其实不是贸易问题 贸易问题只是川普在推特上能够说的话 真正要谈的重大问题 是现在正在不断升级的 这个朝鲜的核武危机问题 好的 听听陈伯宏先生的看法 结合刚才几位的谈话 这个有的赞同 有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这一次的访问 不是这个川普方面提出来的 是习近平方面 是中方要求的 对习近平来说 只要实现这次中美援韶会晤 他就已经是成功了 因为在国内有个交代 尽管中国国内的媒体高调的反美 一直高调完美 但对中国政府来说 实际上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任何一个领导人要处理好 中美关系在党内国内就能得分 在十九大就能巩固他的地位 而且还暗示川普 或者川普的政府不要添乱 因为在川普在美国手上 也有很多牌 什么另外成了郭文贵 还有其他的机密资料 那么如果说中国这个川普 要给这个十九大 中共的十九大添乱 可以放一些风出来 对习近平不利 所以习近平需要稳住这个台制 而对川普来说 他愿意接受这个会谈的话 是因为川普要得到一些实际上的成绩 实际上川普不是不清楚 他对中国要什么 他非常清楚 从竞选到竞选后 到现在都非常清楚 他要的就是实现美中贸易的 这个贸易平衡 那个逆差归零 另外就是这个潮河问题 南海问题要解决 都很清楚 所以线索非常清楚 只是说他有技巧 像这次他提出的两句话 这个关于这个贸易逆差 这个工作机会不能再忍受 而且这个希望美国的公司 要寻找替代 准备好寻找替代 这句话就是一面两厅 一个是策略 一个是目标 策略就是说 用这个话来告诉习近平 这个我们不能够再接受 这样的贸易逆差了 这是川普最需要实现 他的竞选承诺 他的最大的政绩的体现 要一个结果 那另外一点 他就是这个暗示 已经给美国企业打招 会告诉习近平 我们可以跟别的国家 别的公司做生意 不见得跟中国 或者中国公司做生意 所以他希望习近平 在撑发帐幕 但我刚才同意小龙的一个说法 就是朝核问题才是最可能 双方达成共识的地方 因为这个问题 从中国的媒体上大量来看 中国准备在这方面做主张部 我们知道美国有个说法 所有的国际关系 实际上都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 那么川普和习近平 一个是民意持续低迷的新总统 一个是基于在 刚才陈破空先生说到 19大共国权力的领导人 那么文昭先生 您认为川普和习近平 各自希望通过这次高峰会 给自己国内的民众 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我也是觉得 这一次川习会 特别是在他开头阶段 主要是中方比较主动 想和美方接触 这个是稍微回顾一下 刚才那个问题 因为2月份 迪勒森在20国首长 财长外长峰会上 见王毅的时候 马上是国内媒体 中国国内的媒体 先报道出来 是说为川习会铺路 美国没有说 然后再然后是杨洁篪到美国来 所以从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是北京那边先主动的 说两个人急于会面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最想传递的一个信息 主要是稳定国内的经济形势 因为习近平他在和川普之间 就这个一中原则 就是石头落地以后 他最想取得的一个承诺 就是美国不给中国家出口商品的关税 他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他能够把川普搞定 能够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这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中美关系如果老出现波动的话 很占用他的精力 在经济上在外交上对他这个政权都比较不安全 他和别的国家打交道 别的国家也要看中美关系 比如说现在的中韩关系 那么这就会非常牵扯他今年后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安排十九大的权力布局 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他非常不希望把这两个事情搅在一起进行 对他很不利 那其次他还有一个确实有一个逻辑次序的问题 就是说中方为什么急于和美方见面呢 他要赶在和美国和俄国修复关系之前 因为如果美俄关系先修复的话 那么中俄这种半结盟来抗美的这个力量就会被削弱 那么中国在美国面前 他就不太容易作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 所以说他如果希望达成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经贸关系的话 他也需要尽快赶在美俄川普和普京见面之前 好的 我们知道以前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 双方都非常的高调 尤其是中国的媒体 但是这一次我们都注意到 双方都比较低调 而且一直到一个星期间到现在 也还没有公布整个这个行程的细节 跟以往的做法不太一样 那么张国华先生 您对这次这个低调您是怎么看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了 这个中国人特别重面子 那以前我们看到这个中美的高峰会 如果要安排的话时间比较长 然后呢 这个出来的讯息也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都是到华盛顿来做国事访问 做国事访问的礼数比较多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在谈礼节 这个礼节对中国特别重要 因为中国的这个电视观众在电视上看 这个国家领导人到白宫作为这个贵宾 这个感觉到很爽 这个礼节对美国人来讲 美国人不太注重是不是国事访问 他注重我们能谈出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这一次呢 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准备 没有这么多信息出来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作访问 甚至说是一个非正式的访问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因为没有红地毯 因为没有礼炮 没有国宴 所以呢 这个大家都比较低调 还有一个呢 如果太高调 最后出不来成果 也会让人失望 所以他就是来摸摸底 握个手 这个初次见面多关照 这样一个会议 好的 陈阳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不见得是这个 单纯是摸底 而是双方知道 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 可能是谈不拢的 但是谈不拢也得谈 因为双方比方讲在朝鲜问题上 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 已经披露的信息 北朝鲜下一次核武器试验 的所有准备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了 所以也可能金正恩 就在习近平访问美国前夕 也有爆炸一次核试验 那么很显然的 核武危机再次升级 所以对双方的元首来讲 如何在这些问题上 了解到对方可能让到哪一步 双方在哪些问题上 能够达成共识 比方讲中美双方都不希望 北朝鲜的核武危机 继续升级 但是中国是不是能够 完全放弃保护北朝鲜 等等这样的问题 现在都是需要摸底的 而且我觉得之所以双方低调 就是一方面知道 不容易谈妥 另外一方面 很可能谈出来的结果 是不能上台面的 对 我不认为贸易问题 是他们这次谈的 真正的主要话题 原因是那是一些很 单纯的技术细节 那不是总统来谈的 也不是一两张订单 能解决贸易赤字的 好的 听听陈伯宫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次会面地点 也是在川普 这个佛罗里达庄园 那么这个安排 和刚才的低调相关 连起来谈 有没有这个安排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国华先生讲一点 讲得很对 就是说中方要面子 美方要理智 这是历来中美 元首交道的一个细节 一个关键点 我们看到这次 为什么又安排在庄园会 庄园会是实际上 是奥巴马所开创的 基本上 当然可以追溯到 那个布什时代 那么这个实际上 在中美元首交往中 有一个问题 1989年之后 美国方面很不愿意 给中国领导人 一个正式访问 或国事访问的待遇 而中方呢 恰恰很需要这个 在国内做宣传 因此呢 每一次为这个事情 双方发生很多的纠缠 结果后来就发现了 这个美国会给他一个 但是美国都是 总统第二任期内 会到结束的时候才会给 你比如1997年 这个克林顿总统 给了江泽民一个 正式访问 国事访问的待遇 那么江泽民那次 做了大量的让步 包括大额的订单 另外就是承诺 释放魏京生 而在会见之后 的确释放了魏京生 那么那次江泽民 算是出尽了风头 戴个牛仔帽 挺着大肚子游泳 到国内做出尽了风头 那么到了这个 胡锦涛时代 2006年实现了一次 所谓的这个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方面坚持称为 当时布什总统 进入第二任期 坚持称为是工作访问 就成了各自表述 中方对内宣传 说是国事访问 这个正式访问 但是美方坚持 说是工作访问 到了习近平时代 也是这样 那么首先是 奥巴马给他一个庄园会 那么到了奥巴马 快结束的时候 就是2015年的时候 才给了习近平 一个相对在白宫 正式的这么一个待遇 但是也成为工作访问 而习近平在西雅图 停三天 只在华盛顿停一天 马上就赶到纽约 参见联合国大会 又停留的时间 都不能太久 就美国政府 他要面对民意 他在第一个任期内 他不太敢冒险 给非友邦 非盟邦 又是非盟主国家的 这个领导人 一个正式访问 国事访问的待遇 所以这个庄园会 就可以两全其美 双方都避开这个 庄园会的好处是 一方面不让美方 感到围难和勉强 另一方面 中方领导人迎足了面子 在国内宣传上 中方领导人说是 拉近双方元首的 私人关系 而私人恢复不搭领带 什么不穿西装 好像显然还挺亲近 中国老百姓就 这个被呼吁的 神乎其神 还觉得我们的领导人 非常有面子 看着跟人家坐在庄园里面 那么这次到这个 马阿罗嘎中原事件 这个马阿拉告 这个名字很难称 拉告 实际上就是安倍首相去的 我们看到这个差别很大 亲疏有别 安倍是第一盟邦 亚洲的第一盟邦友邦 那安倍不仅在白宫 享受了这个21响礼炮 红地毯 国宴 这个正式的这些待遇 那么南草坪等等 而且是达成空军一号 跟这个川普 同时成总统专机抵达那里 达到7小时的高尔夫球 然后这个会谈 一边打一边会谈 那习近平只是后半段 在庄园会谈 绝对没有7小时 高尔夫球的安排 所以这就显出 这个远近有别 亲疏有别 所以在这后面都显示了 中美两国的博弈 而这一次的元首会 是仓促安排的 好的 我们知道文昭先生 相比于这个川普 对华政策的摇摆多变 刚才您也提到 那么开始是竞选的时候 对中国有很多的打压 然后上来以后 对一中的问题提出挑战 但是后来又顺应一中问题 确定这个原则等等 就是这些多变 相比于这个川普的多变 中国有一些外交人 是赞扬习近平 是淡定自若 面对川普 以不变应万变 而且也让坚持中国 这个核心利益 让川普不战自败 那么您对于中国方面 这些评论人士的看法 对台军售你也不能搞 然后经贸关系也要维持现状 不能给中国商品加关税 你美国还得对中国 开放那个投资市场 什么华为这些 你还能得到美国来投资 同时在南海 他得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朝核问题上 你得美国去和朝鲜谈判 你要让他说 他肯定都这么说 都是原来这些说法 就是说 他不会主动改变什么 他现在的立场 只能是说根据川普做什么 川普怎么改变现状 他自己再来调整 所以他得先等美国出牌 这是他现在的立场 就是他是守护既得利益的 他是一个维持现状者 你让他不淡定 他也干不了别的 那么在朝核问题上 其实也是同样的 就是说如果 现在习近平要翻脸了 就是说要放弃朝鲜 那就等于对中朝翻脸 中朝关系翻脸 这虽然说对中国本身的战略安全来讲 并不会有什么太实质的损失 中美的经济关系的稳定 对中共政权和中国自己的经济安全 关联系数更大一些 但是它会造成习近平在党内 有些意识形态上的压力 比如说有的他的对手会说 他对美国妥协了 丧失党性了 抛弃同志了 就是对他在十九大方面的 这个争权的过程中 还是会有一定影响 所以在朝核问题上 他是有压力 但是他也有难处 所以他也不是马上能做出什么 他也只能淡定 所以对川普来说是刚好相反 因为川普他是要对线竞选承诺 他不是维持现状 他得改变现状 他改变现状就得去尝试 尝试的话 他要重新定义各种事物的优先级 而且他要把筹码重新洗一遍 重新洗一遍 就是说有些事情 他之间的关联的方式得改变 所以他就会有尝试 有尝试就有摇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 因为川普政府他刚上任两个月 他很多想法还没有定型 好的 张国华先生好像有什么要求 川普的确是摇摆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历史的包袱 他也没有从政的经验 他就是他商人的这种意识 因为摇摆不定 可以为他赚来利益 而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有历史的包袱 像一中原则 中美建交的三个公报 那在这些问题上 习近平是无路可退的 川普不一样 川普说三个公报要不要 我们可以重谈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是觉得这个习近平 也不是淡定了 其实也很着急 那这次这么快的 要来跟这个川普见面 就是怕他在这个中美关系 已经约定苏承的一些 这个原则上 怕他太出格 好的 程蒋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文昭分析的不错 就是在中美双方之间 现在呢 这个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性话题的 都是川普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首方 如果用打桥牌去做比喻的话 叫牌的是川普 那么应答的是习近平 所以下一步的问题就是 叫完了以后 双方彼此之间 可以知道对方手中有什么牌 自己手头的牌 准备怎么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西方不少主流媒体 有一个误判 那就是他们把川普上任前 就正式到白宫就职之前 言论还有一些行动 当作判断川普今后政策的基石 这种判断是错的 错在哪里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川普 只不过是凭着他个人的直觉和经验 在发表一系列言论 他还没就任总统 等他进了白宫之后 他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的 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 我们都看到了 那么在这个政策调整过程中 这一次中美峰会 本身也是这个政策调整过程的 一个部分 通过这个峰会 中美之间才能摸到 一些双方的底牌 了解今后中美关系 基本走向的一些重大的关键因素 双方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 比方讲 在朝鲜问题上 中国到现在为止 一直是一个两面派做法 最近中国表面上是宣布 说要制裁北朝鲜 包括制裁跟核武器有关的设备 也就是说以前 它从来就没制裁过 尽管联合国决议早就公布了 但是这两天 我们又发现 北朝鲜的矿物运输船 照样停在中国的港口 也就是说 中国还在偷偷地从朝鲜进口 这个矿物原料 也就是给北朝鲜输送外汇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中国对朝鲜问题的 这个基本立场 它到底打算玩到什么时候 美国很清楚 之所以把这信息披露出来 就是告诫中国说 你玩的那个两面手法 我们一清二楚 但我们也知道 中国不太可能放弃 对北朝鲜的保护 那么究竟对川普提出来的 军事打击北朝鲜 中国会接受到什么程度 现在双方不是完全没有可谈的余地 有一定的共识 但是分歧会很大 也未必真的能探出结果 好的 最后这一部分的时间 还有一分钟 请陈博工先生谈谈您最后的看法 这次有一个看点 就是中美双方首脑会的时候 双方的媒体表现得很不一样 刚才说低调 其实中国的媒体非常高调 早在三个多星期前 中国的媒体就大量的报道 这个川习会 而且这个还发表了不少的社评 像多维网 环球网 但是我在美国媒体上 却找不到相关的报道 我使劲找什么CNN 这个纽约时报都找不到 一直到昨天 我在今日美国 USA Today 找到了一个比较正式的报道 然后到了今天 纽约时报才出现了一个报道 就是说中国媒体的报道 显示中国方面是非常焦虑于中美关系 而且就是说 这个川普对他的这个压力 应该说是相当奏效 打台湾牌也好 这个在朝核会的压压也好 这是一个 另外在宣传上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差别 刚才提到的一些什么说 美国国务卿去访问 提出了什么不对抗 不冲突 互相尊重什么 迎合了新型大国 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 我在美国媒体上 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报道 然后又说 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 而且说是 这个川习会的实现 是美方让步的结果 是川普总统让步的结果 在美国媒体上完全看不见 而且在美国媒体上 这个独立于美国政府的 这个美国媒体上 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上 是两方面都涉及到 一方面说 这个国务卿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在表面上给出了 中国的礼貌和友好的气氛 但私底下严厉地 施压中共领导人 要求他在朝核会上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禁止中国企业 跟北朝鲜的非法交易 尤其是执行联合国决议 而且要求在朝鲜问题上配合 所以这些才是真相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很显然 就是说这次的访问的结果就是 中方是要面子 要对国内的宣传 要一个这个习近平的这么一个 所谓的大国关系定调 希望有一个大国关系定调 什么战略关系也好 什么友好关系也好 定个调 当然刚刚文昭也提到 这个中国关系 我以前也讲过 赶在中国关系之前 那国国跟朝鲜最近也在活动 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那么反过来 美国想要得到的是 实质性的提出一句话叫做 有结果导向的中美关系 就是我不想 给你听那么多漂亮话 讲那么多响亮的口号 谈那么多什么定调的东西 我需要的是一个实际成果 要达成什么 我还是认为朝鲜问题 北朝鲜的核危机 是极有可能 中美方方达成了一个切记 达成了这个时候 中方要求换取的就是 美方对一中政策 对两国关系的这些定调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金正恩 对北朝鲜的问题 的解决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能不能真正和最终解决 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谈 会是一个相当于 办理成悲式的这么一个姿态 对朝鲜问题 好的 有关川普和习近平峰会 双方各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今天